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千六百六十万令吉 符合达证券的预期达到全年预测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点九 该公司预计全球对工业紧固件的需求将逐渐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目前公司的员工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疫苗接种率 而大马的厂房使用率也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一旦获得批准应该能够达到全力生产 另一方面由于员工短缺 越南工厂目前的厂房使用率只达到百分之六十 杭交威是2022和2023财政年的盈利预测 和一令吉六十三仙的目标价建议买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